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加工过程才能变成成熟的RNA分子 这个过程被称为转入后加工 具体包括MRNA的加冒和加尾 MRNA剪接和MRNA编辑 而随后完成加工后的成熟MRNA 又需要准确地从核内转移到的细胞质 才能进行蛋白质的翻译 在这一个过程中又涉及到了 MRNA的出核和MRNA的定位 MRNA的稳定性等等 那当进入到细胞质后 翻译的起始 蛋白质的修饰 定位和蛋白质的降解等 也是基因改达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在下面我们就简要地和同学们来介绍 以上这些调控方式 首先我们来看MRNA层面的调控 我们紧接着上一讲的内容 爪入起始前复合物的组招 来继续往下介绍 现在这个转入起始前复合物 已经稳定地结合到了特定基因的启动子上 启动了转入的过程 研究发现 转入延伸中的RNA聚合酶2 既负责进入转入 同时又是MRNA加工的场所 RNA聚合酶的C末端 可以和多种MRNA加工蛋白结合 帮助它们结合到初始MRNA上进行加工过程 无片加冒是第一个RNA的加工事件 具体方式是在MRNA的无片末端 加上一个7甲基鸟合肝303作为帽子 这个加冒加工的作用在于 可以提高MRNA的稳定性 加冒的MRNA不易降解 其次帮助成熟后的MRNA出荷 再次为核糖体识变MRNA提供便利 提高翻译的效率 第二个重要的加工事件 是三片末端加PolyA的尾巴 也就是在MRNA前提的三片末端 加上一条具有150到200个线干酸的序列 这个特定的尾巴被称为多聚A及PolyA 简单的机制是 增合细胞中负责转入中止的蛋白质 首先识别和结合AAU AAA的转入中止序列 以及其下游的一些富含GU或U的特征序列 招募其他蛋白一起来完成这个初级RNA转入本的切割 随后在PolyA聚合酶的作用下进行PolyA的加尾 那随着这个PolyA尾的延伸 一些结合蛋白也结合到了PolyA上 这条由核酸和蛋白质共同组成的PolyA的尾巴 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可以提高MRNA的稳定性 其次促进最后一个内涵子的剪接 再次它可能对MRNA进入细胞质 并结合到核汤体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帮助作用 那接下来的RNA剪接是初始mRNA的重要加工过程 我们曾经在基因概念的发展这一章 和同学们介绍过RNA剪接 这是一个将初始转入物中的内涵子序列 特异性的剪切掉 再将留下的外显子序列首位相接连接起来的加工过程 整个加工过程依赖于特定的RNA和蛋白质复合物 即剪接复合体 剪接过程受到了基因序列非编码RNA 以及蛋白质的三重调控 一条初始的mRNA可以在可变剪接的机制下 产生多种成熟的剪接加工产物 也就是不同的剪接液构体 这些液构体在特定的细胞 特定的发育时期 特定性地表达 参与了细胞功能和命运的决定 例如我们将在发育传写这一章 和同学们介绍果蝇的性别发育 在果蝇胎的性别决定过程中 正是基因的可变剪接方式 发挥了关键性的调控作用 因此 从基因演化的角度 我们曾经说过 真核基因的可变剪接 可以大大增加遗传系细的多样性 但今天 从表达调控的角度 我们来看 可变剪接其实是真核细胞 基因实通特异性表达的重要调节机制之一 那还有一种初始mRNA加工方式 叫做RNA编辑 请同学们留意 RNA编辑不是对初始的RNA转入本进行修饰 而是直接对初始的mRNA转入本的遗传信息进行修改 这个特殊的加工方式最早是在追虫的基因组中发现 追虫的基因组能够编买一类特殊的guide RNA 长度约为55-70NT 三片端具有poly-U的尾巴 可以初始mRNA不完全互补配对 然后在mRNA序列中 以不配对的方式 相应地插入了一些gRNA特有的U 最终完成了信息编辑 注意 由于这一个编辑过程改变了mRNA的序列信息 因此 它往往会导致基因产物发生变化 后来研究者也在一些不入动物细胞中 发现了少量的RNA编辑现象 但今天它们的演化意义仍然尚不明确 我们先举个例子 在哺乳动物的小肠细胞中 载质蛋白B的编码基因的初始mRNA 在成熟前会发生一个从C到U的RNA编辑 这个加工过程直接导致了中脂女马子的提前 形成了一个结断的蛋白质 有趣的是 RNA编辑在哺乳动物细胞中 具有明显的组织细胞特异性 因为我们在肝脏细胞中 并没有观察到这个编辑过程 它形成的是一个正常大小的蛋白 可见尽管RNA编辑不如RNA简介来的普遍 但是它也对组织特异性的经济表达 做出了重要贡献 那当真核细胞内转入产生的初始mRNA 在核内经过这些加工之后 它就会形成成熟的mRNA 在这些成熟的mRNA顺利进入翻译之前 它还必须完成初核 并在蛋白质的翻译场所正确定位 因为真核受细胞内的转入和翻译 并不是偶连的 研究发现在成熟mRNA出核的过程中 一些出核因子参与其中 此外 五片帽和polyA的尾巴 对出核和定位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出核后的mRNA可以利用细胞骨架来进行运输 或者是在细胞之内随机扩散 或者是与特定的蛋白质结合 进入细胞质的成熟mRNA呢 会有两条出路 一条是发抑 一条是降级 正核细胞的大多数mRNA的半衰期仅在30分钟左右 细胞内不再需要的mRNA就会以降解方式被及时清除 这个途径显然非常重要 因为它有利于动态地来调节细胞内遗传信息产物的量 从而帮助实现更为精确的表达调控 也因此 正核细胞的mRNA在起始翻译和进入降解之间 这二者之间 它会保持着一个动态平衡 这个平衡取决于细胞内和细胞外的环境 如果环境提示 细胞已经有了足够的mRNA产物 不再需要更多的mRNA产物 不需要翻译了 那么这些mRNA将走向降解途径 下游的研究揭示了三种常见的mRNA降解途径 第一是脱线钢化依赖途径降解 利用脱线钢酶移出mRNA的PolyA尾巴 给出mRNA降解的信号 然后按照5片到3片或者是3片到5片的方向 进行mRNA降解 这是大多数的增核mRNA降解的方法 二是脱线钢化非依赖途径 这个过程由脱帽媒脱帽开始 开启降解的过程 还有一种是核酸内切媒接到的mRNA降解途径 依赖于核酸内切媒从mRNA内部 将mRNA切割成没有保护的两段独立的mRNA片段 然后启动降解的过程 但是如果细胞外外环境提示 现在仍然急需mRNA蛋白质产物 那么这个时候mRNA就将进入核糖体来进行翻译 而不会走向降解 增核基因的翻译起始同样需要大量的蛋白质因子的参与 mRNA的无片帽子和PolyA尾巴 对mRNA与核糖体的识别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这其中的具体调控方式与机制相当复杂 在此我们就不在意介绍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 在蛋白质的修饰和降解方面的调控机制 增核生物基因表达的调控 区别于原核生物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 增核精还存在着翻译后的蛋白质修饰 也就是说翻译产生的蛋白质多态 一般还需要经过多种的加工 才能成为有功能的蛋白质 这些具体的加工过程包括 第一 蛋白质正确折叠成特定的构像 从而发挥作用 比如说我们前面介绍过的亨天顿五岛病 它的突变蛋白就是因为无法正确折叠 才导致了正常功能的丧失 第二 在氨基酸上进行供价修饰 供价集团包括磷酸 糖基 乙仙基 甲基等等 例如 组蛋白上就有很多特定的修饰集团 它们是组蛋白参与精英表达调控的重要前提 第三 复合物的组张 比如说形成二具体和多具体等等 例如 正常的血红蛋白是 α猪蛋白和北大猪蛋白的四具体 但是在镰刀型细胞皮血症的患者体内 由于精英突变 它形成了一个异常的无功能的多具体 可见 以上这些蛋白质加工 是大多数蛋白质发挥生物学作用所必须的 但是同样 如果翻译产生的蛋白质不再需要了 或者形成的是一个错误折叠的蛋白 异常的蛋白 那么增核细胞会立即主动清除这些蛋白质 这就是蛋白质降解 蛋白质降解的生物学意义和mRNA降解是类似的 也是为了动态的精确的调节细胞内精英表达产物 从而实现精英的表达调控 在下世纪80年代初 以色列生物学家Aaron首次揭示了 增核细胞内蛋白质快速降解重要机制 泛素蛋白媒体途径 并因此获得了200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我们和同学们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泛素蛋白媒体途径 泛素UB-Quintin 简称UB 是一个76个氨基酸构成的小分子蛋白 在增核生物中高度保守 并且因为它广谱表达而得名 泛素通过与蛋白质底屋的辣氨酸残疾连接 形成多具泛素链 从而指导这个标记蛋白质 被蛋白媒体识别并发生降解 泛素介绍的蛋白质降解系统 涉及到了三个重要的蛋白质 泛素激活酶E1 泛素结合酶E2 和泛素连接酶E3 首先在ATP功能的条件下 E1与UB结合 随后E1将UB分子转移到E2分子上 同时E3识别和结合底屋蛋白质 并通过与E2的相互作用 将这个UB转移到底屋蛋白质上 更多的UB分子进一步添加到这个蛋白质上 就形成了一条多泛素链 最后这个多泛素化的蛋白质 被26S蛋白微体识别 从而被迅速降解 那么在蛋白质的降解水平 到底是如何实现经营的表达调控的呢 已知的方式可以分为两种 即E3的活性调节和底屋蛋白自身的调节 E3的活性调节可以影响与它结合的底屋蛋白的量 从而就决定了有多少底屋蛋白质可以被降解 那作为一种蛋白质 E3本身可以被磷酸花修饰 改变构相 可以与其他互作蛋白结合 而另外一方面 底屋蛋白自身也可以通过修饰 与其他保护性蛋白结合 水解等等过程 来改变它与E3的结合的能力 从而影响自身的稳定性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对泛素研究的深入 我们发现 泛素不仅在蛋白质降解中扮演重要的作用 它也是蛋白质修饰中的另一种关键集团 从而可以参与到了蛋白质活性的调节之中 那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阅读这方面研究工作 也欢迎大家与我交流讨论 最后我们对这一讲进行小结 和原核生物相比 增核生物的经营表达调控要复杂得多 也因此整个过程的调控机制也复杂得多 由于增核细胞的转入在核内进行 翻译在细胞质中进行 根据时空上的区分 我们就可以将增核生物基因的表达调控 分为转入前转入中转入后 翻译前翻译中翻译后等等 具体呢 包括我们在上一讲介绍的 RNA转入起始前复合物的控制 和这一讲介绍的RNA加工的控制 RNA出核和定位的控制 也把RNA降解的控制 翻译的控制 蛋白活性的控制 以及蛋白降解的控制等等 在每个层次或者是环节中 都有复杂的分子机制 来保证各个事件的顺利完成 更保证能够根据细胞内外环境的变化 采用特定的表达策略 实现特定的表达水平 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调控机制 促成了高级的生命形式 也实现了高级的生命活动 那在下一讲 我们将继续和同学们来介绍 在基因组的水平 DNA自身 又是如何来影响基因的表达调控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